桃園西瓜新生道 各位各位M 我们又见面了 月红老师又回来了 那今天呢 老师会带你们认识第二车的第一课 我们学校很美丽 看一下我们的第二车的封底呢 跟第一车的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封面是完全新鲜的 好 请各位同学呢 帮老师看看 第二车的封面呢 有什么特别呢 跟越南有关的 嗯 答对了 看看小朋友有穿个长衫 熬仔我们的传统服装 还有她的首饰是微微的弯腰的 跟她的亲人打招呼的 也许这位小朋友呢 是从台湾回越南过年的 因为他们过年呢 会穿一些传统服装的 还记得第一车老师有提供 我们的字母表 满质改 还记得有几个质改吗 嗯 答对了 二十九个字母 但是呢第一车我们还没学到这些字母 来到第二车呢 我们开始会学到这些字母 跟她的学法咯 那今天呢 老师会带你们认识学校 但是不同样的词汇 也不同样的一些说法 主要是针对我们学校的环境的哦 请各位看上面的荧幕 好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我的学校很美丽 整明热点 请各位帮老师把这个圈起来 宽揽 好 我们先不要看文字哦 我们看一下图案 帮老师看一下有什么特别呢 哦 你们已经发现有三个小朋友 在装制服 所以像越南的小朋友也会装制服哦 我们还有看到什么呢 哦 很多画不一样的颜色有 红花 黄花 白花 还有一片很大的绿草地 嗯 那我们来玩一个小小游戏看看 请帮老师数看看有几朵红花呢 有几朵黄花 有几朵白花 给你们一点时间哦 好 那我就公布答案了 红花呢 有四朵四的 越南语念 本 本 好 再来 黄花有五朵 五念 南 南 白花有两朵 二念 海 海 那红花呢 怎么说 有没有 那个花很像中文的 所以这个花很简单 根本不用学就会了 红花 花 黄 但是它的位置有点颠倒而已 那黄花呢 怎么说 有些什么东西呢 简单 花 花 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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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带你们认识每个句子呢? 这位男孩呢,要跟他的同学说 他的学校有红花、黄花怎么说呢? 我们的学校念 整明有念 红花念 花落 黄花念 花旺 那我们学校有 红花、黄花怎么说呢? 整明有花、黄花、黄花 我再念一遍哦 整明有花、黄花、黄花 转到你们念哦 来到第二个句子 这个女同学呢,要跟她的同学说 她的学校有 绿草地 那怎么说呢? 整明有花、黄花、黄花、黄花 我在念一遍哦 整明有花、黄花、黄花、黄花 转到你们念哦 好棒哦,你们都很会念哦 那接下来我们玩个小小的游戏 我会造句 我们第一次已经学过我念M 这个M是跟GOTE称呼的 然后来到第二次呢 我们学过MING 这个是跟同学称呼的哦 还有我们学过YOU 有我们还记得 GONYOUMUMA 我爱爸爸妈妈 这些我们都学会了 那看一下老师给的图案 诶 这位小朋友呢 要跟老师说 他爱他的学校 那怎么说呢? 想想看看哦 嗯 好,答对了 因为呢 那他说 MU-M是-M哦 因为跟老师称呼的 那现在变成跟同学分享呢 他爱他的学校怎么说呢? 明U-M很好 只要把M改成明就好了 因为呢 越南的我真的很复杂哦 不一样的人就不一样的 称呼的说法了 那这位小女孩呢 他还跟老师分享 他爱红花黄花 那怎么说呢? 嗯 答对了 那就说 M-U-H-A-D-O-H-A-V-A-N 那如果换成同学呢 怎么说呢? 嗯 就变成 明U-H-A-D-O-H-A-V-A-N 很好 因为这对小女孩很喜欢很喜欢跟老师分享 他还说 我爱绿草的 所以要说 M-U-M-A-I-K-O-S-A-N 那换成跟同学说怎么说呢? 嗯 就是 明U-B-A-I-K-O-S-A-N 好棒哦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学到两个句子 我们再复习一遍哦 第一个 我的学校有红花 黄花 越南语说 明U-B-A-D-O-H-A-V-A-N 跟着老师念一遍哦 明U-B-A-D-O-H-A-V-A-N 很好 那第二句呢 我们学校有 明U-B-A-D-O-H-A-N 明U-B-A-I-K-O-S-A-N 明U-B-A-I-K-O-S-A-N 跟着老师念念 明U-B-A-I-K-O-S-A-N 明U-B-A-I-K-O-S-A-N 好棒哦 记得回家呢 多多复习哦 欸 老师傅不好意思 你下课了吗 对对对 我刚下课 我可以打扰你几分钟吗 好 没有问题 诶就是啊 我上次去越南旅游的时候 去我朋友家 然后我看到我朋友 他们一家人 全部都坐在地板上面吃东西 因为我不好意思问他 所以我想说 想问老师 哦 是啊 其实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文化的 因为呢 以前呢 我们的越南没有那么富有 然后家里呢 生很多孩子 然后一旦呢 那大家聚在一起呢 很多人嘛 就变成没有座椅可以坐 但是呢 我们会把那个 铺在地上的小鞋 坐在一起 反而更有团结更快乐的 但是随着那个时间的改变呢 现在大家都很忙 要越南去吃饭呢 就很简单 用手去订餐厅就好了 现在去餐厅就有座椅了 对 好 那这样我知道了 好 不用客气 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我是月红老师 再见